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集的故事吧 欢迎来到能源市 这是一座经过大家多年努力 在2050年达成静临排放的永续城市 达成静临排放后空气很清新 为了纪念实现静临排放 能源市特别成立的静临博物馆 有找到地图上静临博物馆的位置吗? 今天是星期一 也是博物馆的修馆日 然而博物馆门口却出现了一群人 你们看 你们看海上有好大的风力发电机哦 哇 它的外墙是用太阳光电池做的耶 这是静临博物馆的馆长 他的名字是简探 他正在馆内巡逻 注意到这群人 于是上前提醒 不好意思 今天是修馆日 请改天再来参观 这群人有七个人 他们的名字是 热乎乎 大风吹 除能王 轻飘飘 生物宝 暖洋洋 和东大洋 他们回答说 您好 我们是来自二零二零年的探索研究员 想要知道 静临是怎么达成的 请问 可以让我们参观博物馆吗 馆长简探 不敢置信地说 你们是从二零二零年 穿越过来的 暖洋洋说 没错 因为我们想找到 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 简探惊讶无比 他说 没想到可以遇见 来自过去的穿越者 欢迎你们 我是这座博物馆的馆长简探 请让我来带你们参观这座神奇的 静临博物馆吧 走进大厅 映入眼帘的是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能源壁画 哇 好壮观哦 简探说 这幅壁画展示了各个展间的能源发展 核心概念是 温室气体排放量等于 温室气体的移除量 达成 静临排放 也就是保持这样的平衡 那接下来就跟着馆长简探的脚步 来逛逛各个展间咯 第一个展间是风能与太阳能 大风吹说 竟然有我没看过的风力发电机样式 简探说 三十年前的风力发电机只能在近海地区 水深五十公尺内的范围建造 但现在的技术已经能让发电机漂浮在水面上运作咯 东大洋感叹地说 过了三十年 科技真的进步好多哦 走到了太阳能这边 暖洋洋说 这个太阳光电池样子好特别 简探说 这是太阳光电池与风能的结合 是让太阳光电池能在海上运作的复合式发电系统 接下来大家来到了第二个展间 地热能 新飘飘说 咦 咦 为什么这里会有岩浆啊 热呼呼说 这是地热能啊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温泉 简探说 没错 没错 但是温泉只是浅层地热 在二零五零年的技术可以运用超过三公里深的深层地热 二十四小时稳定的提供能源哦 接下来大家又来到了第三个展间 生职能 生职能有哪些呢 包含去木废弃物 生活的废弃物 林业的废弃物 还有农业的废弃物 生物宝说 二零五零生职能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呢 简探说 对呀 现在能运用各种废弃物 像是家里面的厨余 垃圾等等 透过技术转化成燃料 就可以变成能源咯 好 上集的故事就先说到这边 接下来他们会逛哪些展间呢 我们就期待下集的故事 这七个探索研究员真的太酷了 可以从2020年穿越30年来到了2050年 小朋友目前有发现 宫馆所展览出的能源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没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能源 像是风能 只要有风就可以产生能源 还有太阳能 只要有太阳的照射就可以产生能源了 还有像地热 就是从地底下的岩浆的热度 可以产生出能源咯 还有像生殖能 刚刚提到的我们生活的废弃物 像是厨余 也是可以变成能源咯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就给艾勇叔叔一个赞咯 而且继续期待下次的下集故事吧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